大家好我是艾菲爾為您播報 2024 年 1 月 15 日到 1 月 21 日的一週星座運勢 那麼非常幸運的我們來到了 2024 年 在這一年你有什麼新的計劃跟期待呢 首先我們來關心到新年這一週的星座運勢 我們先了解一下天空當中的行星 它的分佈如何 這一週是太陽進入到水瓶座的星空當中 所以我們跟水瓶座的朋友說一聲生日快樂 那麼再來呢水星火星跟冥王星 這個時候是在摩羯座的天空當中 所以這個摩羯座它所代表能量是比較沉穩的 比較穩定的比較踏實的比較努力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有三顆星星在這個摩羯座 也代表說這一年從年頭開始 大家就要為自己的目標逐步的向前 而且有計劃的執行 相信你的新年願望都會順利實現 那麼金星在射手座正是一個玩樂的時刻 進入到2024年你要給自己一個開心的生活 那麼現在是冬天沒有錯 但是冬天不要窩在家裡面 金星在射手座代表說美好的生活在戶外 所以大家在天氣寒冷的時候 仍然要走出戶外營造出歡樂的生活氣氛 所以去泡溫泉非常好 去賞雪非常好 去滑雪也不錯 再來就是木星跟天王星在金牛座的天空當中 那本週的求財還是比較有波動大 那麼請大家在年前投資要特別小心 那麼土星跟海王星在雙宇座 這是一個靈性的時刻 那麼在2020年 如果說你給自己設定的一個新年計劃 是想要做靈性的提升 不管是學習冥想學習療癒 或者是說想要參加一些身心靈的課程 在今年來講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說你也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我把這樣的祝福送給你 那麼來了解一下 十二星座在這一週的新座運勢 又會出現哪些變化 我們要做的朋友恭喜 2024年這一週建議你要事業發展如日中天 所以在工作當中可以努力努力再努力 金牛座的朋友則是一個股市投資 會非常順利的進財 所以看準了今年的一些趨勢 也許在第一季賺錢的機會獲利大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 股票的獲利仍然可以把握機會 雙子座的朋友則是熱衷投資 可以輕鬆的獲利恭喜 巨蟹座的朋友則是領完年終獎金 想要換跑道了 想要換工作了 如果說巨蟹座的朋友 你有這個念頭跟想法 那麼2024年在農曆春節以前 可以趕快的積極面試工作 經常去的那一家彩券行 可以到你重新沒有去過的彩券行 買張彩券也許財神爺正在找你 天秤座的朋友則是可以佈置新居 安頓生活 天蠍座的朋友則是想要 想搬新家 想換工作 整體來講想要變動的 異動的心情是比較強烈的 射手座的朋友則是心情美麗 外型也亮麗 那麼有可能射手座的朋友 會想做一些醫美的 這樣的一個修復自己的五官 這樣的動作是可以的 磨解座的朋友則是積極賺錢 財富豐收 水瓶座的朋友則是建議 你要轉念出發重新開始 生活當中會有全新局面出現 雙魚座的朋友則是生活面臨了瓶頸 那麼挑戰開始了 那麼你會挑戰成功 以上就是本週的新作品次 給你做參考